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第一個我把它用那個切割SPRIT 這邊會多一個反斜線R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其實當然如果你看到反斜線 你就加一下它就切割 所以執行的話 你會發現可以看到這個串列的結果 那這個串列結果最好是先觀察一下 為什麼 因為它一定是一個中瓜湖 開始 中瓜湖在這裡 這個 然後你會發現 它的第一個資料 就是它欄位名稱 有沒有 然後斗點在哪裡 斗點在這裡 OK 所以 到這邊為止 然後前面的話 就是一個資料 有沒有發現它單引號 單引號的開頭在這裡 單引號的結尾在這裡 也就是說它這個是什麼 它的這個串列裡面 List1裡面的第0個編號 0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1的話在哪裡 從這邊單引號 然後這個單引號 這個是1 1的話實際上 美元 這個日期 美元在這裡 有沒有 然後再來 逗點在這邊 然後再來就是 單引號開頭 單引號結束 那這個就是2的位置 那底下應該一直到12月20號 所以底下 一直往下 那我建議各位可以先觀察一下 因為有的時候會有一些狀況 什麼狀況 因為我剛剛又發現了一個狀況 什麼狀況 蠻奇妙的 它最後這一筆 居然是空的 OK 所以我看到 所以最後一筆是空的 那顯然 我們乾脆最後要抓的時候 那就不要抓最後一筆 因為抓空的進來 將來畫圖的時候 它最後是空的話 它就 咻 就整個掉到底下 所以怪怪的 怎麼直線圖突然 這個位置它突然 掉到底下 因為你那邊有多空的資料 它會以為 那個地方你要畫 它把它當0 來看待 OK 所以最後一個要把它扣掉 那開頭把它空掉 因為其實 我們要的資料 其實是 不要欄位名 這個欄位名稱不要 就裡面的資料 所以我底下的部分的話 我是針對這個 這個串列去做 寫程式的動作 所以我就寫個回圈好了 這個回圈範圍 就是 for i 而且呢 我這個 回圈的話 基本上就是取什麼 取那個日期跟美元 就好了 日期跟美元 怎麼取 所以一樣 for i in range 那我這邊 從1開始 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 不是從0開始 因為這個欄位名稱 我不要 因為這個是0 欄位名稱不要 我只要數字部分 就好了 然後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 這個地方會有-1 因為我剛剛看到 最後一筆是空的 那一筆不要 所以有的時候 你就print了 print了出來 你觀察一下 你在往後寫 比較不會出錯 OK 觀察一下 然後呢 再來的話 就是因為我只要日期跟美元 對新台幣 所以呢 那我就可以再用一個sprint切割 因為它這個資料 這個資料 本身中間 會有豆點 當成分隔 所以我再用sprint 豆點 這個方法 切割 那切割完之後 當然 日期 應該吧 日期 切割完之後 它這個應該就0 有沒有 那美元就1 1 1應該到 總共11欄 到10 有沒有 0 1 2 3 4 OK 那我只是要取什麼 取0跟1 的資料 所以呢 我把它sprint了之後 切割完之後 放到62 然後呢 我取0跟1 所以我就print了 假設我取那個0 中間加豆點 再加1好了 OK 把它print了出來 那理論上應該就是 得到那個 日期跟美元的資料 看一下 日期跟沒錯 那就11月1號 這個是第一個資料 所以呢 切割完之後 取0跟1的話 那就日期 這邊過來了 所以這邊都是日期 那1的話呢 就是美元 美元都在這裡 那為什麼需要這兩欄 因為待會兒我們要畫圖 畫圖的話呢 要丟給那個所謂的 max prime lab 只要給這兩個就可以了 所以下一步的話呢 其實基本上呢 因為max prime lab 我們會需要什麼 需要給兩個串列 OK 然後你假如把這兩個串列丟給 max prime lab 它就幫你畫折線圖出現了 非常簡單 但前提是必須要給這個串列形式 所以底下的話 我們為了要畫圖 所以我們必須產生兩個串列 哪兩個串列 第一個串列的話呢 就是 list x 這個指的是什麼 指的就是日期部分 所以啊 我們待會兒要做的動作是 再把日期 這邊 這一個欄位 有沒有 把它放到list x裡面 然後呢 美元的部分 放在list y裡面 可是問題啦 我要怎麼樣剛好 可以把資料放進去 這裡的話呢 當然 其實呢 就是把上面再延伸 其實就是把0的部分 塞到list x 1的部分呢 塞到y 那如果要塞進去的話 前面講過啦 你會多一個叫 append的方法 有沒有 像我們之前那個 那個 輸入成績的時候 有一個append 這個非常重要 因為以後你要把資料放進去 就一定要用append 所以呢 這個地方呢 其實 就是延伸上面的啦 就是回圈都一樣 所以這個是 只是多增加一個什麼 把那個資料 放在那個list x裡面 所以加一個append 然後呢 只是說呢 將來因為那個 年月日太長了 因為將來那個 畫的折線圖 資料太多了 所以我只取 月跟日好了 所以喔 這邊的話我只取 月跟日 中間加一個斜線 所以 兩個大瓜糊 那我怎麼取 剛剛好就是 第幾個字啊 嗯 月跟日好了 月應該在 第幾個字 第五跟第六嘛 然後日的話 應該是第七跟第八 所以呢 如果我今天呢 要取 第五跟第六 第七跟第八個字的話 喔 在那個什麼 欸 Esser裡面是用md 函數對不對 可是在python 還記得吧 中瓜糊 所以喔 在這邊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要取 第五跟第六的話 應該是中瓜糊 怎麼樣 第五個字喔 開始 第五個字的話 因為它的所影值 從0開始 所以應該是多少 這個 中瓜糊應該是多少 應該是4嘛 號 多少 到哪個字停下來 所以應該是 這個是第四第五嘛 對不對齁 然後所以應該這邊填多少 填六就對了 有沒有 六是停下來的地方嘛 OK 所以我覺得它取這個 字數有點不太好理解 但是你慢慢 好 那OK 那日 月知道了 四冒號六嘛 那日的話 應該多少 它應該是第七跟第八 所以應該是多少 第七 七減一嘛 六嘛 然後第八 第八 第八應該是七 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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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所以應該 這邊 哪個 停下來 第八 有沒有 第八個字停下來 OK 所以我們把那個 知道這個位置之後的話 把它填 填到 第六 第五個字 第五到第六 不對 這應該是第四才對 應該是四 因為從第五個字 那為什麼我這邊五 原因是因為我之前 上課的時候 是個數月份 有沒有 一二三四 所以個數月份 不會有 像現在十一月對不對 OK的問題 好 所以這邊可能要改一下 所以這個程式 我雲端上面 這個 就不能用五 如果用五的話 變成一月 OK 這個可能要跟這個說明一下 那因為 之前為了取巧 好 那所以四六 六八 OK 那把它拼了出來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得到的結果 X跟Y 有沒有 這個歷史X的話 就會得到像這樣子 那歷史Y的話 就像這樣子 OK 所以這兩個 準備好之後的話 你就把這兩個 篩給那個 我們待會兒 要用的那個 叫MatePriLab 它就幫你畫出來了 OK 那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 OK 所以剛剛的重點 第一個 基本上就是什麼 學會把資料抓下來 再做切割 所以切割的話 先切行 再切斗點 然後取兩欄 拿兩欄 就是日期跟美元 OK 那為了把這個資料 塞到串列 將來要畫圖用 所以我們又增加兩個變數 這個兩個變數 一個是ListX 指的是日期 好 歷史Y就指的是 這個 這個 美元的部分 然後呢 我這邊會 都用了一個 就是 我是 這邊用Format 前面有講過 Format的話 比較 好串接 就是只要格式 我們其實就是 把這個 日的部分 月的部分 放在前面 斜線 後面的話 就是日 那兩個大瓜 資料放進去 OK 試試看好了 待會我們就是拿 另外一個 外掛 叫MathPrilab OK 然後呢 可以拿來幫我們 繪圖用